刑政院长陈冲昨天在出席电信展的时候 关心台湾民众行动上网的问题 他说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在上网 不管是在车站或者是咖啡厅 每个人都是低着头在做手指运动 所以这个无限上网应该要纳入国民的基本人权 只是这句话蔡英文主席曾经在十年正纲当中提过 现在民进党就批评国民党真是选前要抄 选后也要抄 新冠上任三把火新的院长陈冲 2月10号参加电信展一开口就抛出网路改革 甚至表示为维护国民的基本人权 自己也会进总统府在NCC委员会里 把它当作一个项目 说不定明年可以列到总统府人权报告里 其实这段话蔡英文也曾经提过 所以宽并人权是台湾国民的基本权利 也是台湾产业创新转型的基础建设 竞选期间蔡英文老早就抛出宽平人权的话题 可惜为引起执政者共鸣 如今陈院长谈话似曾相识 民进党听在耳里忍不住一番挖苦 有人说选前的抄袭选后也抄袭 三流的速度二流的服务一流的收费 好的政策其实我们也欢迎国民党来跟进 披马政府抄袭不是没原因 因为大选时民进党在前年八月提出社会住宅 国民党两个月后立刻跟进 民进党呼吁飞和家园 国民党也随后搭上列车 民进党主打在地经济 四个月后国民党同样跑政策 一路走来紧盯民进党进度 选举结束本该互相吸取 对方政党优良经验 只是嘴上疯狂反驳 私下却彻底跟进 怎么看都有失政治风骨 这里是新闻